上礼拜我们基本上上礼拜是第八次 今天第九 下礼拜最后一次上课 上礼拜的话比较重要部分 我们主要是讲有关第四类的部分 第四类其实它界定是在1到9类里面 算是分数最高20分 其他都10分 相对的它意思应该是说 这个题目难度应该是相对比较高一些些的 那不过看起来好像似乎都还好 就是说里面的话呢 不外乎就是如果你看到不定数的话 只要题目里面有关键字是不定数 那通常指的就是用坏尔维圈 那我的习惯 反正不定数坏尔维圈 我习惯就是直接就写坏尔一帽 但如果你坏尔一帽的话 意思是说你一直就是迴圈 无穷迴圈 那所以呢通常你需要在城市里面多一个逻辑判断 当它发生什么条件 比如输入就这几个数字 那你就要跳里迴圈 有一个break OK 那这边的话当然它上个礼拜我们是406 这个BMI部分 那BMI我们之前有做过 这个类似的练习了 只是说多一个所谓的迴圈 也就是我希望不断的让 使用者可以输入身高 输入体重 然后呢告诉他说你的BMI多少 去到小区你的第二位 OK 然后呢并且告诉他说 你的这个BMI值到底是属于标准呢 还是属于过轻过胖等等的 OK 那当然就是反复直到输入某一个值 比如说999那就跳里迴圈 OK 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408 这个做什么呢 奇数偶数的个数计算 OK 也是不定数的 那就输入一堆数字 然后告诉我说里面有几个奇数 里面有几个偶数 那不过这一题它不是不定数 就是它有固定 好像讲10个吧 不过后来我们又改成 如果是不定数的话 那就是其实就定数的话 就负回圈 不定数的话就负回圈 OK 所以以后呢你只要遇到问题 你要能够懂得 灵活的去针对那个问题 去使用对的回圈 而不是说所有通通都用负回圈 或所有都用负回圈 你要懂得 如果做某一件重复的事情 如果是不确定 那你就是用负回圈 会比较恰当 那如果说那件事情它有一个范围 比如说从哪一个值到哪 或者做固定的次数的话 那就用负回圈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输出那个等腰三角形 不过我们在输出等腰三角形之前 我们有复习了一下输出直角三角 其实就是把直角三角形变成等腰三角形 OK 做的方法的话基本上 就是跟直角三角蛮类似的 只是说你要产生另外一边 那怎么做 我们这个公式里面稍微做个调整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第五类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做到第五类 有关这个成绩 还有另外的话呢 就是次方的计算 其实这两个体验 502 504其实还蛮像的 所以我们上礼拜一次就把它做完了 那因为这个影片也在这边 所以细节部分 有时候我可能讲的比较快 稍微快一点 如果假设细节部分呢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回去请各位 再把一些细节稍微听过 你乍听之下 其实应该知道怎么写 可是要现场把它写出来 那就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所以你们要回去 尽量就是说 不要看答案 直接看题目 OK 也就是说如果当你 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把那个题目打开的时候 OK比如说第四类 第五类 打开之后呢 那当然将来现场考试 就给你这个东西 比如说他就给你第五类 成绩 然后他就给你这个题目说明 OK 然后他说你要写一个方选 写一个函式 那这个函式的话 就是你输入X跟Y 他会return return 特别重要 他这个地方 方选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return 也就是告诉你最后成绩的结果 那你组成是只需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输入A跟B 或者X跟Y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print 把结果print出来 也就是说呢 你把你A跟B或X跟Y 丢给那个方选 比如说他这边好像有叫compute compute的这一个方选 你丢两个词给他 然后呢 他return 特别是要return 所以你要会写 第五类 基本上就是考你 会不会写方选 不过呢 在写方选之前 我建议你也许 假如说你还不太会写方选 没关系 你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不要写成方选 等到你先用一般的方式写完之后 再把它改写成方选 会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你一次要把那个方选写出来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概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请各位 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第506的题目上会看一下 那他的题目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实际上一元二次方程式 他这边有一个公式 就是说呢 一元二次方程式 他主要就是输入三个ABC 所以input有ABC 三个词 然后呢 这三个词 如果能够什么的满足底下的这个结果 当然如果说什么 他输入三个ABC 然后并且告诉我们就是说呢 到底他这个是不是能够满足 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这个结果 那所以 不过一元二次方程式 这边我是觉得他这一题 就是解释的不是那么清楚 他会以为说每个人都对一元二次方程式 非常熟悉 所以我在解答里面呢 有多 或者你可以Google一下 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所谓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话呢 他里面有一个重点 这个部分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五类的这个解答 OK 那里面的话就第506 我这边有一个 我印象中好像是从那个 维基百科截图下来 讲重点 那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公式 一元二次方程式就是 我们输入ABC嘛 那把这个词丢进来之后的话 如果他能够什么呢 这个D是 Return回 就是计算出来的结果的一个变数 D 如果他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就B平方减4AC 如果B平方减4AC 我们把ABC带进来 带进这个B平方减4AC这个公式之后 所得到的结果 其实哦 特别是哦 他这边就是要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主要是 一般正常应该是低要大于0 低要大于0的话呢 你就把他的这个公式的正值跟负值 把它计算出来 返还回来就对了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 假如说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2就是丢给A 输入-3就是丢给B 1丢给C 那如果这ABC这三个值 如果我今天带到哪一个公式呢 带到B平方减4AC里面 所得到的一个结果低的话 如果低哦 特别是哦 理论上要大于0哦 OK 如果大于0的话呢 那就把他的这个公式里面的正值输出 其实结果就1.0 负值也减的话呢 那就是0.5 OK 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式啦 一个正一个负 把这两个计算的结果呢 输出到这边 就是他要求的 另外有两种 另外除了这个大于0之外 另外呢 我们还要判断什么呢 如果他等于0 等于0的公式又不一样哦 就要用这个公式带 那如果小于0的话呢 那回传哦 就是没有10根 没有10根的话 他这边就要去 就把这一串英文给输出 OK 所以这一题 轻弹度有点高 重点 不是focus在一元二次方程式啦 是说一元二次方程式 第一个一定要是正值 如果是等于0跟小于0呢 你要另外判断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请各位 先把那个题目 先要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 顺便复习一下 什么叫一元二次方程式 这好像我记得在 国一还国二的东西吧 不过很多都忘光了 不过重点不是在这个 重点是 我们如何利用Python 来去带进 我们要得到的结果 但是这一题特别重要 不是说做完就算了 另外可能还要在写出什么呢 他这边还有一个重点 最后的话呢 他说要把这个最后呢 这个解法 你要再把它写成一个compute的一个function 也就是我带进去ABC 所以你要必须DEF compute 刮5ABC 就是带一个ABC 然后return结果就return一个什么 return一个结果回来就好了 所以你还要把它改写成function 因为这一题其实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先把那个506的部分 先run一下 那因为我今天换一部电脑 所以等于是又把那个第一次上课 那个环境又重新run一下 我先把它这个setup一下 因为这个好像还有一点点问题 OK 试一下 506的题目 先会了解一下 好